大家晚上好 是暂时睡不着了 我想再画一会儿 因为今天下午画的那个画 后来晚上 又补了一点点 但是现在看来 它又变得很灰 你看这个颜色 变得很灰 所以我想再补一遍颜色 然后就跟大家一起画 哎呀好开心啊 哦后面有一些螃蟹 因为明天 明天要在公司里 画螃蟹 所以练了一下很久没有花了 好我们继续 画我们的山水画 我现在 天有点黑了吧 光线没有白天的好 所以就 但 也还可以了 也是看得到 不像古人 要 用什么 没油灯 还是什么油灯 那个我是不能理解 我觉得应该是完全看不到吧 所以古代 在写书法的人很多 晚上如果你用那个 没油灯 也只能写书法了 其他的做不了啊 对不对 我觉得画画呢 是享受 所以 希望大家以后也喜欢画画 然后呢 也有快乐的人生 关键 是可以长寿吧 应该是可以 我看过 我的大学论文是研究 山水画 和寿命的关系 我发现 学山水的呀 还有就是画画的 其实总的来讲就是画画的 好多人他们都长寿 在古代 没有医疗的情况下 能够活到八十岁九十岁的 那个简直就是 不可思议 就是 impossible 但是很多画画的人呢 他都做到了 大概就是我那个时候 选择一定要学国画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觉得 什么能够让人一样牵连 更重要呢 对不对 你又开心 你又可以画画 但是 赚钱这个东西 够用就好了 我们 我们赚钱不也就是 希望快乐吗 如果画画这件事情 已经让我们快乐了 那还有什么 比 比这个更重要的呢 我画完以后呢 我再加一遍的时候 我就会再加一些小的树啊 或者是小的一些 一些景 就让他有一点变化 我 我就是觉得 如果一幅画面里面 可以 可以让人感受 收到 不同 很重要 如果我们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感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一般山上这边会有一些银克松 银克松就像刀了一只手出去 See hello Hi Welcome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 欢迎客人的到来的意思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是一些小草小花 就是让 让这个画面 你看我这边加了一棵树 不是很明显啊 但是 因为我是想加一个层次 我希望我的 我的颜色更丰富一些 就是让它 最后呈现的效果 会 多一个层次 这就是这个的特点之一 就是您画第一遍的时候 然后 然后你又把第二遍加上去 然后再把第三遍加上去的时候 你每画一笔 其实 你的这个步骤 在这张纸上都会留下来 嗯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非常的明显呢 就是在您把画 拿到装表店 表出来以后 那个就会非常的明显 你的每一笔 那个时候才 就是你好像在某个地方 都可以再 再找到它 这就非常的美妙了 现在我们在看这个村落 这个小村庄的时候呢 就发现它稍微会有一点灰 我的办法是把其他的地方 全部加强 然后 自然而然的 您就 不会 觉得 那一个部分 显得 发灰 嗯 我 其实要说的是 还有一个原因 是这个墨呢 也不是最上层的墨 如果是非常上层的墨 它会 泛着 一点紫光 在 我们画完以后 它也不会发灰 就是发那种 灰灰的颜色 这个是在 红心纸和高级的 沿墨的那种墨 磨出来的那种墨 来绘画的时候 不会出现的效果 嗯 但是我也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 就是可以弥补了 就是 不断的 加层子 嗯 嗯 其实我觉得 现在 在 虽然不是很多人买国画呀 想要去学习国画 但是 不等于说 这个东西 它不好 嗯 就像 有时候 喇叭库啊 或者什么一种流行一样 它过一段时间 过几十年 又会流行回来 好东西 还是会被人发现 还是会被人记住的 所以 大家 不用担心 如果你们喜欢一个东西 你很担心 会不会这个社会 是不是 不是 非常的 受欢迎啊 那个 其实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最重要的是 你开不开心 如果你开心 我觉得就够了 然后 生活上有够用的 够用的钱 不会饿死 然后 我们有画画的 纸 然后 可以让我在 画画的这一段时间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可以像 一只小鸟一样 在 在这幅画里面 飞翔 就觉得 哇 幸福 因为我们的力量都好小 我们不可能 改变这个世界 可能 做太多 偉大的事情 可是 至少我可以掌握 这张纸的命运 让它成为一 一幅漂亮的画 会装饰在 谁家的 墙上 那就是我今天 我现在的使命 幸福的使命 幸福的使命 还有一点是 很多画油画的人 就是西方的那些大师 我也读过他们很多的画论 到了可能七十多岁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再拿起很重的毛笔 再去画画 所以也到了后来 他们都会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劳动 比如说剪纸艺术啊 达利在他的晚年 也没有办法再拿起毛笔 再拿起他的油画笔 所以他都是 做摄影的一些东西 但到最最晚年的时候 当他生过一场病以后 就做剪纸 是大师在哪里都是方光的 他做的剪纸也是非常漂亮 我看过 他当然不是近距离的 走进他的博物馆 是远程的那种 可以看到一些 关于他的报道 或者他的电影里面的 介绍 微微的了解到 他晚年的一些作品 觉得非常漂亮 觉得 能够画画 能够把快乐带给人类 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们还有什么 不满意的呢 他学的知足 知道自己能力在哪里 我能够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这样也很好 这样也很好 突然一下好安静啊 我加了一遍墨以后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看他的效果 怎么样 会比之前要好一些呢 其实就是 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只是他的 层次会多一个 然后我再 我会再 我会再积一层墨 他会变得很湿 所以他又需要 又需要一个 小时 慢慢让他干 其实方法是一样的 勾 春 擦 燃 点 这样的过程会持续 五到六次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也可能是我 我受到那种 黄冰红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 颜色厚重一点 给人的力量很强一点 这种寂寞的山水花 我会比较想去 我会比较想去把它做 做好 我觉得山水花 就是没得说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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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自由的感觉 因为他没有对错 没有 没有一个说 完全的你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没有 没有那么多张法 你不变硬万双 只是担心画完以后 会有一点点的 散 这是我每次比较担心的 就可能会感觉画面有一些花 就可能会感觉画面有一些花 所以我会尽量的去把它再浑厚一下 我会去拿一个很自然的喷壶把它再过一道水 因为我最近发现一个更方便的更方便的办法 其实这个是我喷脸的 我发现用它喷到画上面霧气十足 哇 所以就 白饰不爽 很好 就会 一下子 浑厚的感觉 跟大家展示一下 它湿的时候 这个后面的背景要是白色会比较好 就看到那种水汽淋淋的那种山 还有那种小的那种村庄 这是我喜欢的一种方式 其实这样看还真看不清楚 这样感觉就非常的非常的 这个 这 哎呀 恳心了 恳心 好的 拜拜 大家晚安 感觉就像刚刚下过雨的小村庄 突然觉得好漂亮啊 晚安 面馨 我们下期再见